新建於乾隆八年的古老廟 由鳥看高雄市區的絕佳景觀 這裡有三尊重達一萬六千公斤的純銅佛像 每尊有8.6公尺高 可以搭輕軌道附近的藝術特區 這裡有很多特別的雕塑 來吃五彩的素食水餃 都是純天然食材所製成的 高雄 打鼓岩 圓亨寺 哈囉 大家好 我是肥貓 大家好 我是西嶺 我們今天要到高雄的圓亨寺 圓亨寺 位於高雄壽山 高雄壽山 又稱埋金山 西元1912年 日本十大財團之淺野財團 就是現在的日本玩虹集團 在高雄壽山 新建淺野豬市蕙色水泳場 是台灣水泳製造的先鋒 當時社會上 流傳著前野豬市蕙色在壽山挖到黃金 因而賺很多錢的故事 相傳明朝海盜林道前 曾經將十八藍的黃金埋在壽山 林道前埋金的故事 記載在清朝的文件 鳳山縣採訪冊裡 裡面提到 林道前入台灣 以洲打鼓山港 而後殺其妹 埋金山上 林道前是家境四十五年的海盜 是福建廣東一帶的三大王 一直到萬利元年 才被明朝海軍 於大遊驅趕到東南亞 傳說林道前遭明軍圍剿時 十八藍的金銀財寶來不及帶走 便埋於高雄的壽山 林道前逃離高雄後 佔領泰國南部的北大年府 之後幫助泰國國王 擊退越南入侵 並娶了泰王的女兒 成為了北大年府的華僑英雄 現在在泰國北大年府 還留下很多林道前的歷史秘境 那我們今天是要到元亨寺來挖黃金嗎 當然不是啊 我們是來禮佛的 元亨寺佔地約一萬坪 聳立在壽山東南面的山上 壽山的地理風水 其實是三條半月形的地脈 交互包夾 傳說壽山是高雄的白虎山 龍泉寺與元亨寺 就是守護高雄龍雀的重要寺廟 元亨寺新建於清朝乾隆八年 至今已有280年的歷史 元寺廟位於壽山下 現為天王殿與觀音殿 壽山上的大雄寶殿 土地是民國62年購置於台泥 歷經10年才新建完成 為元亨寺的主殿 大雄寶殿 沿著車道走進元亨寺 可以看到元亨寺著名的景觀廣場 廣場的景觀相當的好 可以看到整個高雄市區 大雄寶殿高45公尺 是曾志偉、任達華、黃秋生 所演出的港劇阿嫂的拍攝地點 大雄寶殿內部空間相當廣大 大殿內祖寺佛教三寶 分別為東方藥師佛 手持藥瓶 中間釋迦摩尼佛 手持摩尼珠 西方歐彌陀佛 手持蓮花瓶 左邊的尾頭菩薩也相當的雄偉 是佛教未來賢捷遷佛宗 最後一位成佛者 右邊是佛教的截然菩薩 關羽將軍 相傳關羽遇害後 英魂遊蕩於荊州玉泉山 經玉泉山普敬大師 開示因果輪迴後 發願賦持佛教 成為佛教截然菩薩 大殿兩旁的牆上 也可以有羅漢像 還有千佛佛像 也相當的細緻 離開熊尾的大熊寶殿 墊前廣場的角落 有電梯可以到舊店去 舊店位於壽山三角下 要到舊店 要換兩次電梯 舊店規模也是相當宏大 內有天王店與觀音店 其實壽山三角的舊店 才是元亨市真正的入口 新舊兩殿的建築很像 一樓是天王殿 天王殿 主是彌勒佛 彌勒佛教導我們 做事要效果常開 大度能容 一旁隨時的有佛教四大天王 在佛教的教義 東方持國天王持琵琶 取義琵琶的條旋 有處世中道的意思 南方增長天王持劍 象徵斬斷煩惱 西方廣木天王持龍 取龍蛇多變 有處變不驚的意思 北方多聞天王持傘 象徵僱佑天下 也是印度的財神 大電梯往四樓走 可以到達舊店的觀音殿 觀音殿 觀音殿主是觀世音菩薩 兩旁有龍女與善才隨事 並以宋子觀音而為名 慢慢的離開元亨市 從天上看 圓亨市真的很雄偉 之後我們要去搭高雄的環狀輕軌 就在圓亨市三下大門南方 的古山區公所輕軌站 兩地距離600公尺 高雄輕軌站站區不大 鐵軌鋪鋪在綠色的草坪上 很有國外的感覺 搭個三站到阿瑪辛站 就可以到熱門的博厄藝術特區 相當方便 博厄藝術特區 是由高雄港廢棄倉庫整修完成的熱門觀光景點 也是高雄人散步 購物的好地方 因為位於高雄港港邊 風景相當的好 是一個適合看風景 與吹海風的地方 邊吃吃喝喝 邊看海 真的很愜意 這裡有一望無際的大草原 有古老的火車頭 有電影院 有博物館 還有很多的街頭藝術作品 認真逛一天逛不完 草原上也有很多美麗的雕塑 都是工業廢棄物的在利用 也是當地藝術家的創意作品 午餐我們選擇 五三區公所輕軌在南方的香香素食品 這家比較有名的 是它的五色水餃 是一般的小吃店價格 價格基本上算平價 是一般的小吃店價格 我們點了 五色水餃 六十元 六十元 香菇煎蛋 五十元 薑黃炒飯 七十五元 香菇藥膳湯 四十元 小菜 六十五元 五色水餃 是用五種天然食材製作而成 黃色是南瓜 紅色是紅橘 黑色是竹炭 綠色是菠菜 白色是原味 水餃 水餃裡面 都是包高麗菜 水餃皮軟硬是中 高麗菜脆 好吃 嘿 薑黃炒飯 有香菇、高麗菜 與炒蛋 有點小辣 飯是比較軟的 還行 香菇藥膳湯 是當歸湯底 裡面料很多 有香菇 紅棗 枸杞 白菜 當歸味道還蠻濃的 野萃 今天的旅程就到這裡結束 想看更多肥貓的影片 可以在手機網路 搜尋肥貓小讚喔 也請幫我們按讚加分享 我們下次見